普攻次數再獲得一次的話 蜥蜴人這角色的普攻流效果會更出眾 所以A級最盲用的角色 大家好 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我們今天繼續玩《關於我轉身變成史萊姆者當時魔物之王》 今次的攻略想分享一下現時遊戲的要決 或者在新獸上看到卡關問題 以及現時最主流的隊伍 在介紹這幾個資訊前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時有什麼新獸必須要練的角色 我們會由A級說起 A級說起的話 我們會有大概4-5個角色 非常推介大家使用 最慢用的角色 也是通關必須要準備的角色 就是愛蓮 愛蓮也是這遊戲最有用的控場角色 控場角色代表著 當他使用完必殺技或普攻的時候 是可以使用對方無法使用技能 或者無法進行普攻 我們直接看一看就是大技 會造成敵人全體2波的寒冰之槍 而他的天賦就是可以控制對手的行動 有15%可以令對方凍結 另外當他突破到30級的時候 令到他的必殺技下降為3波寒冰之槍 所以A級最慢用的角色愛蓮 大家必須要準備定一隻 然後有4隻都可以給大家選擇 會分成兩個不同的隊伍組成 隊伍組成我們會有一個叫普攻流 普攻流代表他只會用普攻 必殺技的話他的效果傷害未必那麼理想 而第二個就是必殺技流 必殺技流對對方造成全體傷害 以及持續傷害等等 我們先介紹普攻流 值得培育的A級角色 第一隻就是烏鴉 烏鴉的好處是我們不需要理會他的必殺技 你以為必殺技其實是沒有用的 直接看天賦 天賦就是隨機令到我方其中一隻角色 持續提升攻力10% 如果他隨機提升攻力 剛好遇上我們的蜥蜴人 他的普攻傷害就會有大大的提升 然後第二個天賦 第二個天賦就是最特別的一招 就是當這個角色死亡的時候 加攻擊力Buff的時間就變成無限 原先由兩個回合變成無限 並且每個回合額外獲得一次的普攻次數 如果我們加攻擊力10% 再配合當這個角色死亡之後 普攻次數再獲得一次的話 蜥蜴人這隻角色的普攻流效果會更加出眾 而最後一隻就是冬華 冬華他的必殺技和天賦是有所關連的 必殺技令到對方有印記 有印記就會觸發到他的天賦效果 當對方有印記的時候 對目標造型傷害有30%是回復自己的生命值 當蜥蜴人打對方有印記的Boss的時候 就可以同步回回他的HP值 那麼介紹完普攻流 那我們介紹了必殺技流的兩個核心角色 而豬賽的大技最有效 可以提升我們其中一隻角色的必殺技 必定有這個暴擊率100% 所以大家如果玩必殺技流 豬賽必定要上來提升我們的暴擊傷害 有了暴擊傷害之後 我們也可以配合A級的紅丸 紅丸純粹是幫手做個輸出 因為他的大招除了對對方做傷害的時候 如果在必殺技中擊倒一個敵方 大技就會重複繼續打擊 以下A級角色都十分之適合剛剛提及的兩個隊伍 介紹完相關角色之後 再簡單講講 如果大家卡關的時候 最有效的方法當然就是拆裝備 或者拆角色的等級 如果等級上限已經到50L 我們就可以去回突破 選擇相關的關卡 因為突破的材料基本上都要靠精英關才可以獲得 我們就可以不停地拆回精英關 令到等級上限提升 如果我們把精英關卡都打完了 等級又升完了 另一個提升戰力的最好方法 就是不停打我們的冒險 討伐裝備關卡 而裝備關卡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支柱 就是我們可以按右邊的史萊姆 不停地點擊這個刷身 不停地拆這個裝備 拆到理想的裝備之後 我們就可以繼續提升我們的戰鬥力 假設性 我們有足夠的戰鬥力 就可以繼續挑戰更高的裝備關卡 大家最理想當然就是挑戰到難度9 目前我也是去到難度6 那就要慢慢提升戰力 累積我們的裝備等級和角色等級 大家要留意魔術 大家一定要用精石去回復 因為每天都限回復兩次 以下就是我對這隻遊戲的小小心得 如果大家對於角色上有任何問題 歡迎大家留言及指正 喜歡的給個like和訂閱 那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